要让一个客户投资这么高 他以前也不了解我们 这个订单的希望应该不大 你跟他讲这么多 都不如来一场直接的工厂直播 好 我们直播准备开始了 非常适合 质量控制 必须要有一条新的路出来 为深圳南山的麦奇佳家居 是一家主营家居用品的外贸企业 下午4点 一场面向全球采购商的 跨境直播在这里开始 和西端直播不同的是 这里没有网红明星和买买买的吆喝 更多的是主播们对产品深度的讲解 直播让买卖双方精准匹配 而将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 还需要业务员的持续跟进 这点晚上 燕翔收到了十多个寻盘 它需要回应客户的各类需求 这是我们的一款厨房碎肉器产品 有一个在美国做电商的客户 看中了这款产品 然后因为这款产品当时在电商平台上 有很多一样的 有很多卖家在卖 竞争比较激烈 所以他就想既然要做 那就做一个不一样的 他就根据这个样品 找了他自己的设计团队 在这产品上做了一些改进 把这个3D设计图发给我了 这些绞肉的针它增加了很多个 起码增加了一倍 现在把这个针改得细一点 或者短一点 能实现 问题不大 就是可能会加工难一点 做这样一款产品的模具 是要十几万的一个成本 它要投资这么多钱 它如何确保我们实际做出来的产品 跟它设计的这个是一样的呢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出现了迟疑 客户的犹豫让燕翔犯了难 于是他找到老板王立 请他来制制招 所以他现在对我们的设计开发能力 生产能力都不是很放心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卡在了这个生产这块的话 我们刚才来一场工厂的直播 王立曾在外企采购岗位工作多年 积累了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 2015年辞职创业之后 靠着原来积累的小圈子 在前几年并不愁生意 然而疫情的到来 让公司深陷困境 为了在海外市场中保持存在感 他们开启了第一个线上店铺 幻想着就觉得一开了店 就会有很多寻判 然后就有很多生意 然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又有时差 是吧 又有距离 有时候会采取怀疑的态度 外贸人常说 一次见面胜过千封邮件 2020年5月 阿里巴巴国际站的 跨境直播功能板块正式上线 恰逢直播带货的风头正进 王立决心带领员工 做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今天我会带你们去 我们公共厂厅 直播的前一两个月最难好 看的人和问的人很少 或者是就来了又走了 这些直播镜头 后面的这些客户 会有很多的顾虑 客户给我问问题的时候 然后我又去给他找产品 反正第一次的话 是有点手忙脚乱的吧 我跟他的第一单 是一个比较小的单 但是大概也用了一周的时间 才谈下来吧 因为和客户有时差 由于弊端直播的买家 需求更精准 决策链路更长 达成合作之后 其年性和翻单的几率也更高 主播不仅要流畅地用外语带货 还要对外贸业务 产品生产流程 客户市场的状况 有全面的了解 波子波子就发现 他会提醒 有买家进来 有买家进来 就开始问 你这个产品的MOQ多少 然后这个包装要怎么做 然后其实对业务员 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的波子过程中 他就会使这些产品 得益于直播带来的新增量 公司的线上销售额历史增长 占到了总销售额的一半以上 团队实现了人人皆可直播 在不断地摸索中 他们形成了一套 有效的数字营销打法 其中直播探场 就是获得线上客户信任的秘密武器 直播探场是当前跨境直播平台上 最受欢迎的形式 直播间内集合了产品信息 生产实况 真人接待 订购方式 客户可以一站式完成采买 对卖家来说 一场成功的工厂直播 可以促进客户做决策 还能发掘不少潜在客户 好 我们直播准备开始了 看我的手势 三 二 一 嗨 大家欢迎来 这波一开始 王力就迫不及待地向客户展示生产研发的实力 只有在工厂才能让人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环节的难度和技术含量 针对开膜报价高的一律 王力向客户展示了模具材料 详细分析成本的构成 面对直播间内陆续提出的产能质量的问题 他也能够用专业说明一一解答 所以我们有16个砂测机器 每月半个百万块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砂测工作室 我们都继续了ISO的进行制制度 每个机器都会依换所有的条件 非常正常的性能控制 每个工厂 客户看了我们的直播之后 我觉得他的态度就出现了一个转变 在经过几轮的交谈 他就很快地把这个模具给定下来了 他就把模具费给支付给我们了 她说她对这个产品很有信心 将来如果销量好的话 第二批第三批会订得越来越多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解决她的信任 她一旦信任我们之后 甚至很多事情都比较好说了 数字化转型为公司带来了 长足的进步 从创业前几年依靠老客户的 佛系外貌到如今团队不断扩充 向公贸一体化发展 今年麦奇佳首次在广交会上 开设了自己的展位 今天一早会到广交会 大概我们差不多9点钟开展 还是有点小激动吧 像那比较大的客户 我们从线上筛选出来之后 就是不断地跟我们做得更大的时候 那就是要通过线下这种形式了 时隔三年 广交会全面恢复线下展 作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国际贸易展会 全球的目光再次汇聚 为了同时服务好线上线下的优质客户 进一步提升线上店铺的曝光 王立在展位上开启了直播 欢迎来到我们 来看我们的游客生活节目 来享受你的很高兴的游客生活 欢迎来到Brenda 欢迎来到DK 欢迎来到 有些客户在发说 他们想要一些样品 想要在寻价 觉得今天的线上蛮热闹的 一开播我就发现 就有很多客户进来了 然后这些都是比较职业的专业的一些买家 我们公司的这些业务员都同时可以接线下的客户 又可以做线上的直播员 这个在很多公司是没有的 他们可以随时转换自己的角色 直播之外 王立也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数字化气息 线下客户在了解产品之后 更倾向于通过数字平台订购产品和服务 从而高效地完成信息的对接与资金的流转 我们通过大数据的分析 找到一些市场上比较热需要的品 我们把品首先弄对 然后再配上比较优质的内容 就我们有比较好的图片和视频 然后配上直播 包括我们的3D VR代看 就可以24小时不捐蛋的 可以看到我们的店铺的情况 随着直播电商基地多点开花 人才场地的短板不断被补齐 越来越多的深圳企业开始布局跨境直播 小小的镜头对后 正汇聚着全球商机 也记录着深圳外贸人 在数字化浪潮中创新隔变的勇气 不是一个太安于现状了 就会善于激安示威的一个人 真正只有贴网和数字化 这种跨境的这些思维 然后才能从公司擦上翅膀去腾飞 是可以充满着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和成长的空间